这是一款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无线循环恐怖游戏 作为一名上夜班的护士 你每天都要负责给病人换药 而今天换药的时候 却在病人的隔壁床见鬼了 但是我们的主角不仅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还十分兴奋 只有在多次的循环之后 我们才会得知病人和护士之间 令人吃惊的真相 农夫山泉跟娃哈哈干起来了 是什么事情啊 什么原因呢 我这就有一个娃哈哈的水 反正我觉得农夫山泉的那个水 我不知道大家喝起来觉得怎么样 但娃哈哈这个水喝到嘴里面 我感觉这个百岁山 我觉得挺好喝的 他这个喝起来有点回甜 医保我平时也喝 反正我就喝娃哈哈百岁山 还有医保这几个 农夫山泉我反正觉得味道我不喜欢 没有出事的时候 我也不喝农夫山泉 这个游戏呢叫做夜班护士 它可能是根据历史上真实的故事改编的 这个夜班护士呢是我们主角 然后这个游戏 它是一个有点像无限循环的那种 但是呢我们会在一个一个的循环里面 揭开最后的真相 肩上有只手 大家看到没 可能闹鬼啊 这游戏闹鬼 开始 新游戏 这个是2018年的9月18日晚上7点半 我在电梯里面吗 这是坐电梯到了四楼 好 我该怎么走呢 哦 按E一键 你可以走了 厕所 这有一个紧急通道 有电话 哈喽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这是另一个护士打来的啊 你好护士 现在是时候给躺在床上的病人送药了 她是65岁的帕梅拉女士 帕梅拉夫人 她是爱德华医生的病人 药单已经发送到你的电脑上 查收后转发给药剂师 然后你需要一直等到他们给你打电话确认药准备好了 你明白了吗 OK 我明白了 好 现在我来检查一下电脑 她应该给我发了个药单 药单在哪 哈喽 我能帮助你吗 这个人是 药剂师打来的 你好啊 护士 给帕梅拉女士的药订单已经好了 请到药房来拿药吧 我看一下药房 这边 这是帕梅拉女士的药 来我看看吧 哪一个房间是帕梅拉女士 我记得好像有一种运动就叫帕梅拉 好像是这边 你就是帕梅拉女士吗 你 这还有一个 抱歉打扰一下 这是帕梅拉的女儿 是护士 这是给帕梅拉女士的药 这是给我妈的 谢谢你 这个女的哈 她长得有点像那个 就是之前有一个网红 没有鸡 大家知道吗 是不是 是不是挺像的啊 我把这个药给你了 你怎么说呀 你吃啊 看一下 这是她妈妈 看来她妈妈 这个帕梅拉女士 已经不行了 然后我现在就走了吗 这个厕所好黑啊 厕所可以开灯 然后我走了啊 我现在回来看看 又有什么事情吗 你好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你好 护士 这是她女儿打来的啊 这个输液瓶快要输完了 你能帮我们换个新的吗 谢谢 帮她换个新的 我这儿需不要拿呀 我这右上角 她有一个让我用电脑的 我看一下 给她输液吗 好 输完液了呢 我要在这边给她拿药吧 应该 输液的药不需要拿吗 电话又来了 你这 这是药剂师打来的啊 你好 你好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你好 护士 给帕梅拉女士 输液瓶的订单 已经好了 请到这个药房来取吧 我来看看 好 给她输个液啊 这边 我又来了 给你输个液 给你输个液 这边什么 还是在 这儿 还在女儿 没有机 是的 护士 这个输液瓶已经空了 请帮我们换一下 给你换一下啊 换完了 你已经把这个输液瓶 你已经把这个输液瓶换成新的了吗 是的 我已经换了 好的 谢谢你 护士旁边的床上有其他人吗 没有 是空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有 但是我听到了一个小孩哭 一个小男孩哭 他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哭 我想他只是一个人有点孤单吧 你能去检查一下吗 去检查一下这个02号床 我跟大家说这个游戏 他有一个背景故事 就说这个Maywall的这个02号床 就是一直在这个院里面是一个空床 一直是一个空床 好 那为什么他说他这边有声音 这边好黑 我应该开一下灯 没有东西 大家看啊 大家能不能看到 其实我这边看到是没有东西的 看一下灯 这有一个人 刚才 我说这没人 现在 这出现了一个boy Are you ok 哦 他得了红眼病 你的脖子好灵活 哦 耶 得到了一个结局 这是其中一个结局啊 然后我们又回来了 又回到了同样的这个起点 电梯里面 现在是 还是2018年的 9月18日 今天看看呢 电话 电话 哈喽 我能有什么帮你的吗 你好护士 哦 他还是说要给这个65岁的帕梅拉夫人去送药 Mayward01 这边前面是一样的呀 还是让我们去送药 先看电脑 我明白了 还是像之前那么送药啊 先检查电脑 来吧 我来了 你们今天怎么样 虽然说还是同一天 我现在可以跳过对话 我看一下这个对话是不是一样的呀 一模一样吗 那跳过吧 跳过了 然后我就可以走了吧 应该 等会还要来给他换这个 来吧 在这休息一会儿 这边的话 也是说这个输液瓶用完了 一模一样的 我来了 换一下这个输液的 换完了 我再跟他对话 好 这边我换完了 是的 谢谢你 然后他还是问旁边有没有人 旁边没人呢 你这换听了吧 他还是说有个小孩在这哭 行 我来检查一下 好黑 也许我应该开个灯 我开开 没有人 但是不对呀 这个 有人 天 这怎么回事 哇 怎么这么黑呀 这个 我的 我的黑 怎么这么黑 我来接个电话 有人在叫我 有一个呼吸声 哈喽 是谁呀 哪个屌毛在笑 不要打扰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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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boy吗 你在这儿 干嘛 行吧 这边的话 我们又过了一天 好像 新的一天 来临了 等着接电话吧 哈喽 为什么能帮你的吗 我天跳过吧 这边 来取药 来吧 我现在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护士啊 但是每天我在这儿给病人治疗的时候 都有鬼会出来捣乱 你说你这事干的 药有了 我先回去吧 好 这边退一下啊 然后我去 要给他拿药 来了 来了 新鲜的输液瓶来了 换个新的啊 好 还是要到旁边去啊 检查 哦 我我 哎 周围都黑了 你说这咋办 呼呦 你说这咋办 我还能走吗 我走都走不了 我现在走不了啊 朋友 哦 耶 这是他妈呀 这是他妈是不是 这小孩他妈 可能他这小孩是死在这个病床上了 我猜啊 难道他妈也死了吗 他们两个人都在这边 两个鬼 继续吧继续吧 跳过啊 不止两个鬼 来吧 先把药给他啊 我走了 刚才我说我能帮你吗 他说护士 我需要你马上来 现在这边很糟糕 是发生什么了呀 我没办法在电话里面说 请赶快过来 直接让我过去嘛 我的药都不拿了 看来出大事了 朋友们 哦 有血迹 小姐 这是谁的血啊 请帮帮我 护士 旁边的床上有人在爬 还有流血 他去了厕所 我很害怕 起床 我现在害怕出来 这边打不开 有人爬到这边来了 朋友们 哦 好黑 是刚才那个女的啊 我跟他说说话 我现在 说不了话了 我动不了了 现在 他在哭 这就直接没了吗 我以为他会 给我来一个大B斗 之类的啊 就是教育一下我 看一下这个医院究竟是谁 才是真正的主人 但是呢 居然直接没了 门我怎么打不开 哦 shit 你干嘛 你这有点 不讲道理啊 我觉得 我刚才说 我觉得你挺安全的 你怎么一出来 又搞这个呀 还笑 你是个屌毛 是吧 你这 我没法评价啊 你这种鬼的话 素质比较低 嗯 没问题吧 今天 这整的啊 嗯 把我的包包 放在这 哦 我还带了我的包包 那这边的话 他还是要吃药吗 还有问题 不过你 哦 他这个玩的手机 还可以看到 这好像是在看什么视频 这边没啥问题吧 这里闹鬼啊 朋友们 从我的包包里面 拿什么东西 我从我的包包里面 拿了药 这个手 我现在要把药怎么样啊 是把药给那个病人吃吗 难道是 我看看 打扰一下 是的 护士 有什么其他事情吗 我很抱歉 我这个药 我忘记拿给你了 OK 谢谢你 然后他还是问旁边 有没有别人 没有 旁边是空的呀 但是他听到一个小孩在哭 不停地在哭 让我去检查一下 我还是要开灯吗 开灯 没有人 你真说没有人 哎 你起来干嘛 没有机 你起来干嘛 隔壁床的护士 怎么了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认为 这只是你的一种感觉 护士 我们可以搬到其他的房间吗 哈 为什么 这个房间闹鬼了 护士 我很害怕 不 那不是真的 这个房间很安全 你别害怕 护士 我是认真的 我真的很害怕 我非常害怕 有可能把我们重新安置一下吗 可以吗 好吧 让我去电脑上检查一下 有没有可以用的地方吧 求你了护士 我不会在这待很久的 不用担心 这里其实很安全 不管怎样 不要忘了告诉你的母亲 她需要吃药才能好起来 好的护士 请尽快告诉我 我去给你查一下 她想换房间 她可能觉得旁边闹鬼 她待不下去了 行 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护士 我在电脑上给你检查一下 有没有房间 她房间就是刚才的那个二号床 是可以用的 没有机说想换房间 但是我们这边显示 只有二号床可以用 那个二号床就是她隔壁那个床 哈喽护士 哈喽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她还是问有没有其他的床位 我们真的很需要搬出去 我很抱歉女士 所有的床都被占用了 唯一空闲的只有你旁边的那个 求你了护士 这真的有一些东西不对劲的 我听到有一个声音 那个人想让我们离开这里 冷静点女士 这只是你的想象 你也许是想的太多太累了 请深呼吸一下 然后冷静一点 但是护士放轻松点 一切都很好 OK吗 OK 谢谢你护士 好吧 不用谢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再次呼叫我 查了之后是确实没有其他床位了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等着吗 哈喽 哈喽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这是另一个护士跟我说的 现在是给床上的病人送药的时间了 这个病人跟之前那个不一样 这个是52岁的阿古斯先生 阿古斯先生 他是柏伊克医生的病人 药物清单已经发送到你的电脑了 请按照之前的步骤来进行操作 明白了吗 好的 我明白了 我看一下药物吧 没有机 帮帮我护士 这个声音一直不停地重复 他想要我们离开这儿 请冷静点 女士 这只是一种幻觉 这不是幻觉 这个声音是真的 你需要相信我 我要出去 我们要搬出去 好的 好的 冷静点 好吗 我会给你找个其他的房间的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很害怕回去 是的 小姐 那你的妈妈吃了药了没有 她可以等会再吃 我需要你帮忙照顾我妈妈一段时间 我现在要去大厅 我要叫我的朋友来陪我 然后你就跑了吗 没有机 小姐 她跑了 我这怎么动啊 我动不了啊 这个 这边已经是一个结局了吗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 主角他是有问题的 我们主角一直在劝那个人吃药 一直在劝他吃药 这个的话 今天是怎么说 先等一下电话吧 这边先可以放包包 包包放了 然后等电话 先去给他送药 这边应该没啥问题吧 还在看视频 我回去看一下我那个包包里面的药 我还是从这里面拿我的药是吧 然后我拿了药直接给他吃 我很想让这个老太太把药吃下去 来吃这个 还有其他事情吗 我就是把这个药拿给你 然后怎么说 他怎么不理我呀 他不屌我呀 我现在继续等着吗 先听一下 给他输液的好像是 行 给他输液 好我把这个药给他 哎 他怎么活过来了 你这 请帮帮换一下 来帮你换 还没死 怎么能说活过来呢 但是 我已经换了新的了 好谢谢我 好 我们好像可以跟他说话了 哈喽帕梅拉女士 你吃了那个药吗 是的 护士谢谢你 不用谢女士 帕梅拉也在说 她说 是不是我们隔壁床有什么东西啊 没有啊 是空的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啊 女士 在我吃药的时候 我看到有人站在我的床前 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 她像疯了一样盯着我 我说 哈喽 你还好吗 女士 然后她说 滚出去 从这里滚出去 我转向我的女儿 让她去接近那个女人 但是当我们 重新转向那个女人的时候 她已经消失了 你看见她了吗 我没有见到任何人 我当时在看我的手机 她可能是幻觉 或者是 你醒过来的这种影响啊 我也不确定 但是也许你是对的 好吧 我要回我的办公桌了 OK 护士 谢谢你 我要回到我的桌子那边吗 总感觉怪怪的呀 接一下电话吧 护士 请帮一下我的母亲 她抽出了 OK 我马上就来 她怎么又抽了呀 哦 我感觉是我们 这个主角给她吃的药里面有问题啊 给她下药了 哇 你们还在笑啊 这笑的也太开心了吧 我知道她那个药肯定吃了会有问题 但我没想到问题居然这么多 看一下今天呢 今天怎么说 这边可以跳过 来继续吃 你今天不抽出了 好像还活着啊 她 但是我还要给她拿点药 还是这颗药 因为我现在感觉到 我们这个护士就是想把她害死 对吧 我们这个护士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老太太给吃药吃死了 算了 换药换药换药 先换药啊 虽然说她站起来了 但是我还是感觉 她吃了药了 然后我们还是要回去等着吗 前面这边的内容好像都是一样的 她生气地盯着我 然后说让我滚出去 就是她还是在说那个女鬼啊 我很震惊和疑惑 然后她去了隔壁床 我叫我的女儿去检查 但是我的女儿没有看到和听到任何东西 你看到她了吗 她没有看到任何人 她在看她手机 我还是跟她说这可能是幻觉啊 我不认为是幻觉 因为我也听到了有一个小孩在哭 你能帮我检查一下吗 护士 她把我吓到了 我会去检查一下的女士 OK 护士 谢谢你 天呐 这边又有又有问题了 又很黑 我又要开灯 开吧 开了好像也没啥问题啊 我记得这张床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出现了 有人了 这个事情发生在三个月之前 一名妇女来转诊 她被诊断患有登革热的儿子 她在这个地方治疗了两天 当时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当我检查学的时候 这个孩子有药物过敏 她查到这个孩子有药物过敏 病人有药物过敏 哈哈哈哈 有药物过敏 她是我的猎物 天呐 好变态啊 在她接受治疗的第二天 我给她开了可能引发药物过敏的药 她还给她开药物过敏的药 她把药吃下去了 然后过了不久 这个药就开始起笑了 她开始抽搐和哮喘了 她的妈妈在电话上跟我说的时候变得很恐慌 我叫来医生来做紧急的救援 我们尽力挽救她的生命 但是我们失败了 但实话说 在那一刻我真的很想笑 我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到很满足 我很开心 但是我在尝试隐藏这一切 医生说孩子已经死了 她的妈妈哭得很伤心 哭得很厉害 她还是个单亲妈妈 医生和我走出房间 给了她一些私人的空间 给了她一些私人音效吧 医生让我出去死亡证明 在那之前 我去了一下厕所 在厕所里面 我笑得很厉害 哦我的天 我太开心了 就在我上厕所的时候 这件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 我感觉她妈妈可能要 开始干我了啊 你为什么离开我 儿子 现在我的生命里 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她的妈妈 儿子你感到孤单吗 等等我 我会在那的 他一下割了自己的大动脉 然后我们主角居然笑得这么开心 这真是一个杰作呀 很快我就会 得到更多的牺牲者了 这个帕梅拉女士 也有同样的药物过敏 我现在需要等到药物起效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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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急 在这一次啊 她算站起来了 我感觉从这次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护士她内心想的东西是什么了 是不是很坏啊 护士 隔壁床是发生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空的啊 是吗 那就是我妈妈的一种感觉吧 护士 你为什么在笑啊 你还好吗 哦 没事 我还好 我只是想起了一个好笑的瞬间 再等一会儿 她妈妈就要过敏了 咱们先回去吧 应该会给我们 再打电话 说她妈妈不行了 我估计 哈喽 对 她自己唱歌 她自己唱 她很开心 护士 请帮一下我的母亲 她开始抽搐了 好 我马上过来 但是我过来的时候 好像对 会变成这种 这次人还挺多呀 这边 你们是谁呀 这是其他的牺牲者吗 哦 你们在这里 你们是我的收藏品 很快你们就会见到一个新的朋友了 哈哈哈哈 这些全部都是死在这儿的人是吧 有点小恐怖啊 跟她说说话 妈妈 快醒过来 妈妈 这哪还醒得过来啊 她就是专门要置她于死地的 哦 妈妈 这护士好坏啊 我的收藏品 从四个变成了五个 把这个帕梅拉女士 这个老太太算进去了 结局八 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护士 她是个变态啊 她就是想害死她的病人 她害死了病人之后 感觉到自己内心 可能非常的爽 那种感觉 哎 怎么又打不开了 这个 这怎么回事啊 哦 no 这个电梯又坏了吗 shit 哈喽 有人吗 帮帮我 我被困住了 嗯 怎么回事 哈喽 帮帮我 我要给我的同事打个电话 shit 这里没有信号 我要找到一个可以联系的方式啊 这边吗 这边应该有一个那种 就是那个叫什么 它那没有紧急的那个吗 哦 这边 我要打个电话了 打不通 快回答我呀 喂 哦 开了 门开了 但是为什么只开了一点点 谁管这么多 我现在就要出去 发生什么鬼了 我怎么动不了啊 有人在抓住我的脚 哦 shit 你干嘛 你这个纯鬼 放开我的脚 哦 这边 哇 这么贴脸吗 这么近吗 受不了啊 你这个 都在这啊 你们一帮人 还有吗 哦 这边还有一个蓝胖子也在这 哦 就是你们几个 把这个门给地址在这堵着是吧 为什么你们要堵住我的路 让我过去 嘿 你们停下来 不要关门了 救命 no 你应该在这里死掉 我来按一下这个呢 那是什么噪音 啊 电梯炸了 电梯正在下坠 哦 耶 舒服了 这四个鬼 就是这个护士害死的这几个病人啊 他们合力的把这个护士给拉下了电梯紧 把他摔死了 然后按下空格键还有一个额外的 现在已经九个结局了啊 还有额外结局 来朋友们额外结局 看一下什么是额外结局呢 这边是注意 现在电梯不能用了吗 我又回来了 又是新的一天 我靠 可以穿过来 看看 直接就可以进来 哈喽 小姐 小姐你听到我说话吗 嘿 你 呃 他听不到你说话的 因为你已经死了 哈哈哈哈 你已经来到了 跟我们同一个区域的地方了 我们来到了鬼界啊 现在我们可以 想揍你就揍你了 是吗 然后他说要揍我一顿 你这 整的啊 你说你做坏事啊 你把别人害成鬼了 到时候你又变成鬼了 人家天天来揍你 你说这咋办 所以你不能做坏事 对吧 可能在这个历史上啊 真的有这种故事啊 就是有那种心理变态的故事 因为自己的内心变态 害死了病人 所以这个作者可能是根据这个事件做了这么个游戏 让我们这些玩游戏的人 可以感觉到这个正义 会惩罚他的 虽然说是恐怖游戏 但是看到最后大家会觉得结局挺爽的啊 干掉这个坏人 是吧 那今天就大家早点睡好不好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